他来了 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 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小强 ESPN记者 Adrian Wojnerosy在参加ES的电视节目时 谈到了詹姆斯哈登与篮网事件的最新情况 当詹姆斯哈登这样的球员可能出现在交易市场 有意去篮网打球时 篮网当然是有兴趣的 但他们希望是一个合理的价钱 我觉得篮网不会愿意为了任何人而交易多个未来的选秀权 在之前他们在对保罗 皮尔斯和凯文加内特的交易里 就这么做的 给自己接下来几年挖了个很大的坑 哈登的生涯当然处于不同的阶段 跟之前他们所交易的球员也是不同的 当时的皮尔斯和加内特都是生涯末期了 但篮网在凯文杜兰特和凯里欧文身边 有一些很好的球员 如果布拉德利比尔和哈登这种级别的球员出现在交易市场上 篮网友去竞争交易的资产 而火箭对于哈登的要价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球员 多个选秀权 篮网有一些很好的年轻球员 卡里斯勒维尔就是在东部可能勉强算得上全明星球员 但他们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年轻球员 让火箭能觉得愿意做哈登的交易吗 这个现在还看不出来 但现在火箭对于这笔交易不感兴趣 双方自从上个月月出之后几乎就没有再交流过了 所以篮网现在比较专注于以现在的阵容开始新赛季 谁知道赛季开始之后还会发生什么呢 篮网对于球员们来说是一个吸引人的落脚点 他们有资产来一直关注市场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脚点个赞再走啊老板 请不吝点赞再来 打赞再来